假如这些设想都在克兰里实现 作为一部老牌的推理动漫 他的粉丝脑洞当然也比其他粉丝大了一圈 这二十几年来这种气息怪怪的假设层出不穷 离谱到克兰也许都成了九场boss 那如果这些设想都实现会是什么一个情形呢 1.如果小五郎是九场boss 小五郎这人大致若愈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有时候甚至还当着克兰面斩路伸手 也要说他不知道克兰身份我第一个都不信 而装作啥都不知道肯定有所目的 作为九场boss肯定不会那么轻易就被揭穿 而女朋友老爸这层身份是再安全不过了 也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那么碰巧安斯特在事务所楼下打工 而狼母又刚好在事务所旁边当厨师 这两人恰好还是他收的徒弟 说不定就是小五郎策划的什么局 一方面可以秘密监视安斯特的行动 另一方面还可以近距离和九场二把手都接情报 两人相互配合其耍身旁的特兰是没啥问题的 小五郎又是作为名侦探的身份 社会上各界消息基本都逃脱不了他的视线 光是曾经走访过的各大企业都数不胜数 在商业思想上也有巨大的战略意义 同时小五郎也并未卷入主线事件 红方一众人等几乎都怀疑不到他身上去 纯纯的敌迷我案 而这么大费周章的潜伏在克兰身边 肯定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得等到能一举打破红方的时候才会收线 毕竟就目前来看 红方这边的阵营就连自己事情都还没解决 都还不用自己出手 光他们自己那其他阵营都天天泪斗 可以说80%的心思都用在了自己人身上 所以小五郎平日里就作为克兰的大爷人就行 学会暗中观察才是一个老大概有的本事 二 如果克兰喜欢辉元 在克爱党的世界里其实就是这样 克兰也许对辉元动过心吧 但克兰的为人是无法做得对小兰不管不过 即使对辉元有再大的喜欢也只能装作若无其事 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也不能保证这辈子只喜欢一个人是吧 重要的不是说看到谁喜欢上了谁 而是会为了最初的那的人去回绝其他的喜欢 克兰喜不喜欢辉元谁也无法给出答案 真就像多数人所说他们之间只有友谊也不一定吧 但是有肯定也只会存在各自的心间 其实抛开新男这条路线来看 克兰两人在大众看来其实就是群里最初的样子 不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最好的恋人就是从朋友开始 他们不是一件钟情那样的炙热 而是在相互陪伴间慢慢产生了喜欢的念想 两人之间也有多次的生死相伴 这不都是构成两人情感联系的重要因素吗 回绝必定喜欢着克兰 但他内心也深知对方是无法跟自己在一起 与其看着喜欢之人挣扎在艰难的境地 不如就成全对方 也许这样才是故事最完美的结局 人总要学会释怀对吧 三 如果清酒也是红方卧底 如果这个真相被爆出来 那么克兰这部剧就真没啥全念了 试问酒场这边能拉上排面的还有人吗 何者看了这么多节 就是一群卧底来对付卧底的故事是吧 干脆就再来一个酒场boss也是卧底算了 最奇葩的是 清酒是卧底还能给你合理解释一番 你想想这么多期以来 酒场阵亡的成员多数还是被清酒干掉的 管你什么老员工新员工 只要开不顺眼随便找个理由就给你干掉 生怕酒场有什么能威胁到自己的人 如果清酒是卧底 那他应该也是来自日本公安 也就是艾斯特大姐姐的学长而已 但从目前这个势头来看 清酒多半已经成了黑化的状态 也许见到了黑方这边太多的利益输送 自己终于也没忍住插了一脚进来 像一个双面间谍一样利用各自的情报 慢慢达到自己上位的目的 也许最初清酒卧底酒场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 觉得能为这个世界的正义献出一份贡献 但现在的自己已经逐渐抹住了当年的影子 坐到黑到老大的位置才是自己的追求 4.如果记得是新衣的兄弟 给一个没看过特兰德人看这张照片 只要是个正常人我觉得都会说这两人是兄弟 声音和长相不说完全一样 那基本也是八九不离十 他们的神游三口圣评也曾说过 经常性的会忘了自己配的到底是新衣还是记得 就连小男都会认错自己男友就别说其他人了 而新衣如果和记得是兄弟的话 也就是说明他们老爸也是兄弟 从快心这两人的长相来看 他们二老还是亲兄弟 那这一大家子可就太戏剧性了 一家是侦探一家是怪盗 自家人何苦为难自家人是吧 说实话要是这两兄弟联手 这世上就没有什么特不到的宝石 而且要是这二人是这种关系 那记得也必定会加入主线剧情 毕竟自己兄弟都吃药变小总不可能无动于衷是吧 况且他们现在还是树敌都你龙我龙的 要是兄弟那感情不是还得上剩一个层次 5.如果结局没有研发出解药 这也是很多粉丝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单凭会员一个人的本事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最可能的还是解药其实早就被研制了出来 保存在酒厂总部只有他们老大知道而已 而迟到克兰打破酒厂才得以发现这个秘密 如果结局依旧没有解药的话 那这部动漫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名震探克兰 甚至我都不知道这叫不叫结局 因为甚至依旧还是克兰 那之后他依然是以他的样子来进行推理 如果克兰不告诉小兰自己身份 那么除开主线剧情外基本是没什么差别的 没有研发出解药的情况下也就不外乎两种结局 即克兰倒不告诉小兰自己真实身份 而回员和玛丽这边小的两人照常生活 我倒觉得回员正想以现在的样子生活 恢复成功也至少反倒是很难适应